好大家來看一下我們在Photo Impact的時候 我們我們如果 新建一個物件 他就是一個圖層 大家不知道還有沒有印象這樣一個 然後我們注意看圖層這裡是不是有一個 然後再增加一個是不是第二個 但是我們在這一個inscape裡面沒有 他永遠是在圖畫紙上面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加圖層可以把它放到最大 圖層要怎麼加圖層在這裡 你要先加好這個叫比方說我們現在 這張是圖畫紙不是在圖層上面 所以我們第一個我們先加一個圖層 假設3好這個時候我們先把圖層叫出來 好現在有一個 我們已經叫太多圖層了我們只要兩個圖層就好了 我們把3刪掉 好我們現在有1跟2的圖層 但是1跟2的圖層我們把眼睛關起來 大家有沒有發覺1的時候我已經把第一個圖層 分佈在第一個 第二個圖層呢就是花的圖層 放不在第二個 那我這怎麼做的 我這是從原來的這一個 比方說這是第二個圖層 我先把它剪下來 原稿上面去剪下來 把它貼在第一個圖層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那如果我把它放在再加一個圖層 加入圖層 是不是有一個3 那我們把剛剛把第一個圖層是什麼 是背景 我們把第一個圖層的這個背景 等一下剪下來放在第三個 然後我們把第一個 先把它 刪掉好了 那你現在注意看我們把第三個圖層 眼睛閉起來 是不是不見了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 這個的好處就是 方便你一層一層的去畫圖 一層一層的怎樣去修改 每一張圖都是一張剪貼的 紙獨立的紙 那方便你以後做修改 OK